今年是农历猪年 在各地庆祝农历新年之时 香港却因为野猪问题不堪其扰 原本只在郊区活动的野猪 却开始在市区里游荡 垃圾桶里的厨鱼以及市民的喂食 使野猪越来越不怕人类 造成环境及野猪的滋扰问题 野猪在垃圾桶旁吃着食物 或是在树下翻找垃圾厨鱼 这样的景象发生在香港郊野公园的烧烤区 野猪在市区出没的问题日益严重 除了造成环境脏乱不堪外 最令人担忧的是野猪越来越不怕人 部分香港的野猪其实都不怕人 就是因为很多人位置了他们的食物 令到他们失去了食物的能力 依赖了人类的食物去生存 野猪可重达200公斤 伸长约两公尺 都在新界郊区出没 但现在有不少野猪误闯市区 还可以看到野猪在购物商场外游荡 根据香港渔户署的统计 2017年就有超过700件野猪申诉案件 比在2013年时增长了一倍 有许多志工利用布条宣传 加强宣导民众不要再喂食野猪 以避免野猪在市区大量繁殖造成的卫生问题 以及预防交通意外的发生 所以都见到有时候会有很多垃圾在那里都是他们喂完食物的痕迹 还有那些动物都会去抄垃圾桶 因为他们惯了那些人会给他们吃东西 所以就想在垃圾桶里找回一些人给他们的东西 都会令到这个停车场很乱 早上来到的时候 目前渔户署没有计划 以狩猎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将会进行野猪植入晶片 避孕或搬迁计划以减低野猪数量 并解决野猪滋饶的问题